國際這段時間 各位展現堅定不退縮的勇氣 乘坐應對 將平時紮實的演練的成果 展現在面臨實際威脅的應酬 不僅守護住我們的海峽安全 也維持著區域的和平與環保 面對中國在臺灣領海外的騷擾挑釁 更是要時時刻刻緊盯離線共害 壓力之大難以形容 我要給各位最高的肯定和敬意 大家都堅信 只要中華民國國軍在 安全就會在